以前四川人的年夜菜 是少不了红烧肉的 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个彩蛋红烧肉 年夜饭的六道开始整 烧肉要想皮质吃了软糯 一定要给它落一下 在锅头 这步大家注意到手 你的手不要接触到锅面了 用炭 对了 来刮膝颈 表面的声给它刮一下 你就吃不到腐味了 膝颈尖尖下锅 开水 葱叶子来点 老姜来一坨 再加点黄酒 水开了后我们把泡子打盖进 这个汤汤不要浪费的 煮肉的汤我们来煮萝卜 煮菜 煮青菜 哇 八十八十 泡子打盖进 再甩几个海外花椒 时间到了 肉捞出来晾起 等会好好切 肉晾起的同时我们炒个红烧料 豆瓣下锅 姜蒜下锅 姜蒜下锅 香料下锅 很简单 桂皮八果 白口香盐 炒酱 炒出叶食 花椒少不了 资料 炒香后煮肉的远淋汤 肉凉冷了 我们来切 中间切一刀 稍微下薄底点 因为这个太厚了 自己打老壳 瘦的这个方法 我们也把切出来 这下关火 外口锅把杂质打了 溢出来 切好的嘎嘎下锅 再点糖色 炒个炒的大家看糖厨排骨累积 再加点黄酒 轻轻地给它炒一下 免得八锅 炒了以后关最小火 盖盖烫起 先烧一个小时 刚才有事情耽误了 现在已经过半小时 但是不影响 这个时候我们把油炸的烟水 放下去 炒一下 炒肉 都还不是很怕 一个半小时 这个状态还不是很怕 不要着急 再来半个钟头 红烧要起锅了 来到迷迷无期 鸡点柠檬汁下去 不但真香 而且解油 这样把火开大 收下汁水就要的了 红烧就要的了 这些肉 就要的了 把火拌起来 哇 不怕死 这个菜时间一定要够 不能着急 再来几颗葱花 对了 红烧肉 虽然有个红色 但是一半都不辣 这个是家常味的 好 豆瓣是味道的 把血带只要十家狗 肉香为初来 好 只香为初来 就把血带了 说回没有 春节肉与说 张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